这些你不知道的漫威细节 细节以黑豹一事 在一次采访中 记者询问黑豹演员博斯曼 关于《复联4》和《黑豹2》的剧情 但他却微笑着说 自己已经死了 最起初看到这个采访 因为他说的是《复联3寿灭时间》 黑豹牺牲了 可没过多久 令人没想到的是 黑豹演员博斯曼真的在 2020年8月28日因病去世 这不得不令人感到痛心 而在即将上映的《黑豹2》里 黑豹的离世也传遍了整个瓦坎达 为了缅怀这位伟大的国王 民众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 黑豹一事 但他的精神永存 就像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中文字幕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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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造成的破坏 细节三钢铁侠父子 托尼的父亲霍华德 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父爱的人 从小都对托尼很是严格 这甚至让托尼怀疑父亲不喜欢自己 直到钢铁侠二里 当他看到父亲生前留下的录像后 托尼才深深地明白父亲是有多爱他 于是当他穿越回过去时 他给了父亲一个久违的拥抱 同样在复联寺结尾 托尼直到最后一站凶多几少 他也为女儿小摩根留下了爱的影像 我爱你3000 他也为女儿小摩根留下了爱的影像 他也为女儿小摩根留下了爱的影像 他也为女儿小摩根留下了爱的影像